吉安乡公所首度举办文件站成果展继采接竞赛活动 有12个文件站的长辈们在造福员的带领下 背书包戴帽子在西湾公园参加升旗典礼 而他们也展示了手工艺学习成果 而乡长游书珍陪伴长辈们一起升旗采接 希望让部落长者们都能够健康快活 吉安乡12个文件站的长辈们穿制服背书包戴帽子 快快乐乐的要参加升旗典礼 就像是回到小学生的欢乐时光 这是吉安乡公所第一次举办的文件站成果展继采接竞赛 乡长游书珍希望营造欢乐的学习环境 让部落长辈们能够健康乐活 今天我们也让在12个部落文件站里的长者 一起到希望公园 让我们开启第二春学习 第二个人生的开始 乐活在吉安 我们相信蜀珍上任从四个文件站 一直到现在12个文件站 每个文件站都有不同的创意跟点子 还有不同的造福员 给他们精进的一些手工手作 来延缓老化失智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我们谢谢原民会也谢谢县政府原民处 这个来做协助 所以在地方我们会盛进 来做养护照护 跟我们老人家一起同乐 我相信我们的巴基巴姨 我们的姨娜阿嬷 在这里找到了快乐 找到了健康 各个文件站都展示了他们上课时 学习的手工艺作品 在造福员的引领之下 部落长辈们起步走 排队进场 非常有精神 也非常有秩序 大家一起高唱国歌 连伸起手都是文件站的长辈 欢乐的气氛 让每一位老大人都感觉自己 年轻了好几十岁 乡长游淑珍也希望 未来能够继续扩充文件站的服务内容 让部落长辈们可以有更精彩 丰富的生活体验 介络会请安相报道